黑蜜汁是為了年菜重要的菜食之一 不過大部分的人吃黑蜜汁 通常只會用煎、煎、煎兩種方式 但為了讓大家了解黑蜜汁 不一樣吃法和料理方式 比較有向黑料社區發展協會 這次邀請老師帶上吃製作特別的黑蜜汁披薩 感到鹹香大家都吃黑肉 有特別的香味 因為我們黑蜜汁味比較燙 老師帶到大家的小店米團 準備做成米味的黑蜜汁披薩 黑蜜汁是為了年恩愛地區的重要不算 不過很多人都用煎煎煎煎的方式來處理 雖然說一樣營養又好吃 不過口感是比較沒辦法 而料社區發展協會這次邀請老師 帶到中部的製作特別的黑蜜汁披薩 讓大家了解到黑蜜汁的不一樣吃法 這鹹香的口感是相當的米味 今天來做烏魚子披薩 很好吃喔 自己做的吃起來感覺口味特別的有味道 口感就是跟一般我們在吃烏魚子的口感不一樣 你會吃到那種烏魚子的香Q 你之前知道烏魚子也可以這樣做嗎 不知道啊 我們今天因為這個村莊他們都在塞烏魚子 然後呢每天都是看著烏魚子 我們就來做一個烏魚子披薩 然後也讓長輩體驗不同的吃法 也快過年了 過年了回來的話 也可以跟子女 孫子一起來製作披薩 有可能烏魚子他們不吃把它做成披薩 可能會很喜歡喔 製作烏魚子的披薩 烏魚子的粗粒也非常重要 要先把烏魚子的口感這麼多粉 就是鹹香米麵了 這裁的確定讓長輩 尤其是烏魚子的不一樣吃法 剛才讓他們鄉用親手做的美食 也改變他們對烏魚子的印象 老師也還在中假過年時間 可以跟子女 孫子一起來製作 真近感情 這烏魚子的披薩和外面比較不一樣 就是我們這烏魚子 是基隆的 所以不會太鹹也不會太乾 也都完全沒有用油 我們直接把烏魚子整片放到烤箱 把它烤到乾掉 然後再把它刨成粉 然後把烏魚子的粉 灑在烏魚子皮的上面 其實這很簡單 我們在家裡沒有用平底鍋也可以做 所以大家可以做看看吃看看 真的有很特別的風味 而且我們自己用的可以藍 我們自己咬這些的素材 所以也有國土健康 一減米國 又減米味 真正不知道 今天叫老叔來咬這些老人 常來做烏魚子的披薩 烏魚子是我們鵝寮的三大 我吃是好吃 不太吃 大家說好吃 過年的時候 這個鵝孫回來 可以做這鵝孫 大家吃這樣 烏魚子是烤鵝鄉的特殊記憶 現在也是烏魚子的規則 歡迎民眾多多來告烤鵝 吃看看這最在地的豪竹味 記者林鵬佩 柴鳳報道 我純粲 大米飯 大米飯